大家好 一般我们在家庭养护沙漠玫瑰 到了气温10度以下 都建议大家给它搬入到室内 如果说长期在10度以下的沙漠玫瑰 就会被冻害 就像叶片发黄 还有静干发软导致烂根 所以温度低10度 大家一定要把它搬到室内 那么为了提高沙漠玫瑰的抗寒能力 我们在平时的养护中 可以给它多使用一些 比如说像这种椰母原路 因为这种椰母原路 它主要是一些有益菌群 那么在有益菌群的作用下 沙漠玫瑰的抗性就会提高 同时这种有益菌群 还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 让它转化于养分 又可以让土壤疏松透气不绑节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养护沙漠玫瑰 一定要是以提高它的抗性为主 不要给它施太多的肥 因为这个时候施肥的话容易烂根 因为天气冷了 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取消 给它使用这种椰母原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使用方法很简单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兑水 等到这个土壤完全干透了 再给它浇水就可以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控水 不要给它浇过多的水 这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养护沙漠玫瑰的目的 那么这种椰母原路不但可以拿来给它浇灌根部 改良土壤 提高它的抗性抗寒能力 抗寒能力 或者是拿来臆肥 用这种椰母原路可以加速它发酵 同时发酵的更加好 不容易发臭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